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镇与点点栏目 明镇与点点栏目 一部邮寄类的著作 甚至一篇邮寄类的文章 所以对吴承恩的著作权 人们就提出了质疑 从现有的整体资料来看 我们也许可以肯定 吴承恩有一部地理类的著作 叫《西游记》 但是我们就没有任何材料来说明 这部地理类的著作就是小说 也没有任何材料来证明 吴承恩曾经写过小说 甚至没有任何材料来证明 吴承恩会写小说 这些材料都没有 因为《西游记》小说是一部非常成熟的小说 从后面要讲到 这个文笔非常流畅 说明这个小说家的那种 小说叙事的造译是很强的 而没有任何资料 现在吴承恩的集子留下来 摄阳先生集留下来 整个摄阳先生集 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证明 吴承恩擅长于写小说 会写小说 能写小说 或者说他曾经写过小说 没有 那么清代人 吴玉敬 在商阳智林里头认为 《西游记》书中 多无相发言 方言 就是淮南地球方言 所以他认为 《西游记》肯定出自于 淮人之手 无疑 肯定出自于淮人之手的 没有任何疑问的 所以《淮安复制》里头称 吴承恩作有西游记 应该就是这个小说 《西游记》 实际上 第一 有的人提出了反正 认为西游记的片宗 不是用淮安方言写的 里头出现了很多 精灵地区的方言 就是南京的方言 所以小说中的方言 到底是属于 哪个地方的方言 这是需要仔细地研究的 不能凭着一个印象 就来加以论端 另外咱们再仔细地想 即使小说的语言 用的是淮安方言 也只能证明 作者是淮安人 也不能证明 这个淮安人 就肯定就是吴承恩的 你也没有办法挂上钩 现存的三种明代的 万里连经的课本 都明确地提鼠 西游记的作者 是《淮安洞天主人教》 而不是他写的 是他教的 《淮安洞天主人》是谁呢 不知道 那么如果 这部小说是吴承恩写的 也许咱们还可以找到 相关的资料来证明 吴承恩有一个号 这个号就是 《淮安洞天主人》 那么你就可以再进入看 既然是他教的 就是他写的等等 你再去挂钩 但这些钩现在也都挂上 也都无法很准确地挂两钩 现在咱们已经能看到 很详细的 吴承恩诗文集 也看到很详细的 吴承恩的联谱 也看到很写得很优秀的 吴承恩的评撰等等的 这些资料 但所有这些资料应该说 都还没有办法 准确地论证 西游记小说就是吴承恩 还没有办法很准确论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